欢迎老魏 你觉得他是个老好人是吧 对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就因为他就 对他朋友特别好 反而就忽略了我的感受 你的意思是说 他对别人都好 就好得很过分 那你能够举举例子吗 时常忽略我的感受了 可以啊 就是去年他买了车 他买了车之后 然后他就经常 在他们公司的一个老大姐 上下班 周末他也就把我一个人 那样在家里 送你的老大姐去什么公司 我是觉得 本来大家都是同事嘛 而且我住的地方 跟那个老大姐住的地方 又不是很远 我就顺道载他一下嘛 不是一到五 我觉得你顺道没什么 礼拜六你送什么送啊 我本来是做了个 设计的嘛 然后项目有点多嘛 然后压单了 我想礼拜六 就过去加下班嘛 然后看一下 提升一下自己的能力嘛 老大姐也加班啊 老大姐他是偶尔加班 那你这车载过他吗 没有 平时我上班 穿着高跟鞋嘛 然后我就想说 我到公交车站也有几分钟 那你就顺便送我一下呗 那个老大姐周末 你都不休息了 你就送他 你都愿意 我就不愿意了 我是觉得 他公司跟我公司 又不在一条道上 而且公交车站 离他住的地方 又不是很远 他可以走路 去公交车站嘛 他能走路 老大姐不能走 这么逻辑嘛你这个 好 这个事我们记下来了 还有吗 就有一次我去他的公司办事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那老大姐的小区下面等他 那老大姐从那边过来 一打开那夫家门看到我 然后恨了我一下 感觉我想到他坐位一样 一屁股又坐到后面去了 然后对我男朋友 他说了一句 走吧 小腾 我当时心里面想 我们俩又不是你保姆 又不是你司机的 你那个语气什么意思啊 感觉我们欠你似的 本来就只是帮个忙而已 我是觉得别人都跟我在一个公司上班 而且年龄又比较大嘛 稍微啰嗦一点 我觉得这些鸡毛顺皮的小吃没有必要 他就是那种爱贪小便宜的老大姐 别说了 行了 知道了 就是而且还有就是 有个亲戚嘛 然后他颈椎病 然后你不是说你同事的妈妈 被你介绍的一个大夫医好了 我就说要不你也给我亲戚介绍一个呗 万一就也医好了呢 也是一算一件帮忙的事嘛 不是 我是觉得 他连他那个远房亲戚 明智都不知道叫什么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欠人家一个人情吧 他就直接拒绝了 感觉受伤我的忙都不愿意帮 那是个远房亲戚 连名字都不知道叫什么 所以你不愿意帮我 而且我觉得颈椎病这个事情 在家里面好好养着就行了 万一没有医好了 那不是责任拦在你身上 你这个分得还挺清楚的嘛 你怎么拉老大姐的时候就那么糊涂呢 就有一次嘛 然后我们去成都玩 还有他的一对朋友 也是一对情侣 去之前我就想多拍点漂亮的照片嘛 然后带了很多衣服 好看的衣服 然后我在收拾的时候 他就对我说 你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呢 我可不帮你提 你自己提啊 带没带啊 我过后就是怕他生气嘛 然后就没带 重点是你知道 我们在火车站 碰见那对情侣的时候 他的反应嘛 他看见那个女孩嘛 带了很多东西 一大个箱子还有两个大包 然后他就跑过去说 哇 你们带那么多东西 这个女生真的是精致女孩 而且还主动地说 你们带这么东西麻烦烦 来来来 我帮你们提一个 哎呀我特好奇一件事啊 为什么别的女生带大包小包 就叫精致女孩 你的女朋友带就不对呢 我总不可能打电话 叫他们别带那么多吧 而且重点是 下午去景区玩的时候 他一看到一个好的风景啊 什么的 他就张罗别人快来拍 还教别人怎么拍姿势啊 怎么好看啊什么的 他们一拍完我就抽上去 我说那你也给我拍几张呗 他就很不赖烦地说 哎呀走了走了 别人在前面等着不好 快走 我单反拿回去一看照片 基本上都是他们的 我们是出来玩还是陪游啊 不是 我是觉得 给他们拍了再给我们拍 我们平时不是有时间在一起吗 没有必要 就让你耽误时间嘛 可以去下个地方玩嘛 凡几种是这样 因为他要讨好别人 所以就委屈我 让我也跟着他一样 玩的那几天 我就特别不开心 行 我跟你掰扯扯扯 你跟谁玩去了 就跟朋友我们一起啊 跟谁玩去了 朋友啊 什么朋友啊 就玩得好的嘛 所以没你什么事 你听见没有 是玩着好的朋友 他可没说女朋友 所以这潜意识里面 就他没你 反正你心里面 最重要的那个人不是我 我也不好意思说 你们这些女生了 那你们图什么 跟这种男人在一起呢 因为我就觉得 他人挺好的 不像其他男生一样 那么花花肠子吧 觉得这种男生很实在 他怎么实在了 你跟我说 他给你做的实在事吧 就我们没缺点关系 他连手都不碰我一下的 就连财在一起 半年多的时候 他都就拉我手 就特别不好意思的那种 亲我一下都特别不好意思的那种 我就觉得说男生 单纯 肯定还有更过分的呗 更过分的时候 他甚至在我面前说什么 他有个女性朋友 靠自己的能力 然后现在工资都能上万了 然后一直在我面前说 然后我就说 你一天说你什么女性朋友 怎么怎么怎么好的 我就不就是对比我不好吗 哪有女生喜欢听 就是男朋友说自己还不好的 不是 我们平时说话不就这样吗 你说我真的不行 那你不行 真的不好 那你不好 那我不是这样说你 我觉得我们关系比较亲密 你可能不会往心里去吧 而且我这样说可能 我就是想鼓励你嘛 然后大家我们一起加油嘛 不是 你根本就是打心底里 你根本就瞧不起我 你就觉得 你赚得少 你一天还那么多话 一天指手画脚的 我还就各种就是不理解你啊什么的 打心底就让你就让觉得你